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也不能强制遣返 只能让人呆在法国了 法国政府推出购买力一揽子计划 5月11日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明确介绍了购买力一揽子计划的相关内容 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 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减轻自由职业者的社保缴费 以最低工资水平为例 自由职业从业人员的社保 每年可以少缴550欧元 马克龙奖金上调三倍 允许雇主将最高6000欧元的马克龙奖金提高三倍 并解除冻结公务员工资上涨 将在7月1日提前上调基本社保和退休金 发放食品券 法国政府计划在今年夏天 推出50至60欧元的食品券 用于发放给大约800万法国低收入者 学生和生活较贫困的人 食品券可用于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 延长对天然气和电力的关税保护 为应对英俄乌战争而导致的能源供应危机 政府决定将对天然气和电力的关税保护延长至今年年底 延长燃油折扣的到期时间 继续延长本应于7月31日到期的18欧分燃油折扣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具体的日期 且随后将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燃油措施 重点减轻重型车辆司机和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取消电视收市税 马克龙曾经在自己的选举承诺中表示 如若当选将取消电视收市税 现在距离立法选举投票还有一个月 法国政府已明确今年将取消电视收市税 冻结租金参考指数 政府还决定冻结租金参考指数 从而稳定租房价格 该举措有利于帮助贫困的租户 缓解租房压力 马克龙政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推出这一揽子措施的政治意图显而易见 毕竟他们需要保住立法选举中的议员席位 然而为了支持一揽子计划 公共财政可能会吃不消 毕竟仅取消电视收市税一项 就意味着财政收入会减少近40亿欧元 舍不得孩子泡不着网啊 新冠后遗症可能永久损伤男性性功能 两年的新冠疫情 对大家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影响 同样感染新冠也带来了不少后遗症 味觉失灵 吃啥都像吃腐肉 大脑损伤导致记忆力下降等 已经是街友们都比较熟知的后遗症了 但是还有一项研究表明 感染新冠可能会永久损伤男性性功能 包括生殖器缩小和勃起障碍 勃起功能障碍发病率是普通人的6倍 这是因为新冠病毒 可以对心血管系统产生持久的影响 而男性性机关上布满了许多细小血管 良好的血液循环对维持勃起至关重要 因此新冠病毒可以通过影响生殖器的血管 从而导致勃起障碍 啥都别说了 街友们还是戴好口罩吧 在这边的血管里边的血管里边的血管